唐伯虎和纪晓兰都是人们熟知的风流才子,有才华也有钱,人品更是没得说,不过这都是他们在影视剧中的形象,可是,在真实历史上来看,可能会令你大跌眼镜。 今天,咱们说一说清朝的铁齿铜牙纪晓兰。 见以往可以知未来,喜欢请点击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季晓兰,名叫季云,自小兰,直立河坚府县县翠儿庄,即今天河北苍县人,负责编撰四库全书,而名闻天下,季晓兰自幼好学,但她长得不怎么样,相貌非常丑陋,而且是晋识,不过,季晓兰的科举之路还算顺利。 24岁时参加乡试,名列第一,31岁高中晋试,停试时被钦点为二甲第四名。 然而,季晓兰的仕途并不顺利,她先是担任汉林院编修,后来历任福建学政,贵州都云知府等职,在乾隆33年,季晓兰因向卢建增通风报信,被革职查办,发配到乌鲁木齐,直到三年后,因为要编修四库全书,在刘统勋的推荐下,季晓兰才返回北京任职,乾隆38年起,季晓兰任四库全书,管得总长官。 此后,季晓兰先后担任过兵部侍郎,左都御史,礼部侍郎,礼部尚书等职务。 与此同时,她还负责多部官方图书的编撰工作,直到嘉庆八年,季晓兰病死于北京的家中,享年81岁,嘉庆帝亲作纪文,被文,同时刺世文达。 根据清朝当时人的记载,季晓兰有以下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。 其一,诙谐幽默,这样的记载有很多,几文达公云,喜诙谐,朝市多遭捂弄,献献几项国善邪血,人人共知,季云胸怀坦率,性好滑稽,然皱纹其语,紧乎诙谐,过而思枝,乃名言也。 由此我们发现,季晓兰性格滑稽,喜欢和人开玩笑,然而她的玩笑往往能够发人深省。 堪称金句,有一次有几位御史去她家拜访她,就发现她家有一条狗,然后就问这个,是狗呢还是狼呢? 她就回答说,是狼是吃肉的,狗是御史吃屎的,其实这个话就是在讽刺她们,但是呢,她们就算是听出来了,也没有办法反驳,所以只能默默地忍了下去,这就能看出来她的嘴真的是十分的毒辣。 其二,风流阵里的极先锋,生活中的季晓兰有三大嗜好,一个是喜欢吃肉,几闻达宫,自言乃野怪转身,以肉为范,无粒米入口,日食肉术食金,终日不淡一股,另外一个是风流豪色。 公,这里指纪晓兰,今年已八十,由好色不衰,日欲淑女,五谷如昭一次,归欲一次,五坚一次,薄木一次,林卧一次,不可缺者,此外成性而性者,亦亡亡而有。 最后一个癖好就是烟瘾,纪晓兰抽烟真的是超级厉害,而且已经到了有瘾的地步,她也因为这个烟瘾的问题闹过一个特别大的笑话,就是说有一次皇帝着急召见她,但是这个时候,她的这个烟瘾就上来了, 但是又不能抽着烟去见皇帝,这样实在是对皇帝太没有规矩了,但是呢,这个谈话的时间一定会特别的长。 所以她想就到了一个歪主意,她就把自己的那个烟斗放到了自己的靴子里,因为见到皇帝时和皇帝谈话的时候,她是需要跪着的, 所以那她就可以一边吸烟,一边还可以和皇帝说话,并且不被发现,所以她就选择用这个方法, 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吸烟洗到一半的时候,她的靴子就着火了,引得在场的很多人都嘻嘻哈哈笑了,皇上也实在拿她没办法,也就随她去了。 那么,历史上和珅,刘庸,纪晓兰到底是什么关系? 纪晓兰和刘庸的关系? 严格来说,应该是师兄师弟的关系,刘庸比纪晓兰大四岁,年龄相仿,而纪晓兰又在刘庸父亲那里,手恩颇多,因此两人的关系应该是极为融洽交好的,刘庸的父亲刘统勋,正是纪晓兰的相识主口官,对刘统勋的知语之恩,纪晓兰一直是感激灵涕,念念不忘的, 而后来纪晓兰被发配的案件,又恰是刘统勋负责,还有更巧的,举荐纪晓兰担任司库管总总官的,也是这位刘大人,两人都有真才实学,有共同的爱好,年龄又相仿,还有刘庸父亲这一层关系在。 两人关系可见一斑,大学是英和的恩赴唐笔记中就记载了,两人关系极好,纪晓兰才子敏捷,刘庸字写得很好,故纪晓兰常请刘庸为自己写对联,刘庸在纪晓兰去世后赠给纪晓兰的晚联,实际上就是纪晓兰给刘庸说的一句极为喜欢的诗句,并提出希望将此句作为自己的晚联,刘庸将这句话放在了心里,在纪晓兰去世后,就将此句写下来相赠,诗句为,浮尘幻海如欧鸟, 生死书从四度鱼,而刘庸,纪晓兰与和珅虽然同朝为官,但是并没有斗过,相反,他们之间的相处相对还比较融洽,其实刘庸,纪晓兰两人在朝中虽居高位,但一直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进入中枢,而且乾隆还批评刘庸遇事摩龙圆华,纪晓兰读书不明事理,他们都不可能与和珅有多少直接碰撞,档案和证实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,但是后世认为,和珅是 乾隆朝的第一大奸臣,而刘庸和纪晓兰又是乾隆朝忠臣的典范,在老百姓的心目中,忠臣总是要和奸臣斗的,于是坊间传闻,他们之间争斗的故事就越来越多了,与处世袁华的和珅不同。 纪晓兰为人温和谦逊,处理事务沉稳内敛,乾隆五十四年,一件汇事舞弊案,彻底揭开了乾隆朝后此薄比,秉公处理事务的假象,这年汇事中,山西籍的两兄弟高中了投名和第二名,违法了之前康熙定下的三甲不得出自一省的考试规定,主考官窦光奈也没有合理处理,引发了舆论哗然。 和珅立刻向乾隆敬禅言,说窦光奈违规是想获取皇帝恩处,乾隆听后大怒,立即责令纪晓兰进行处理,聪明的纪晓兰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极高的政治智慧。 他既不能得罪窦光奈,也要向乾隆交代,于是他取消了第二名的电视资格,又保留了第一名上举人的机会。 这种稳妥中立的处理手段,既照顾了舆论,也顾全了皇帝的面子,可以说纪晓兰处事果决稳重, 趁之尽责,会是舞弊案发生后,朝野议论纷纷,纪晓兰作为皇帝委派的调查人,肩负着极大的压力。 她必须在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维护皇帝威严之间找到平衡,过于重视考试规定,就会得罪乾隆和主考官,但如果太过袒护主考,也会招来公分。 纪晓兰经过深思熟虑,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妥的平衡方案,既减轻了主考官的处罚,也做到了问责,又保全了状元的名声, 也重申了会是规定的严肃性,这种兼顾各方利益的决定,充分体现了纪晓兰的政治智慧,她平和稳健的处事原则,也让乾隆对她刮目相看,由衷地称赞她誓唤宿主名望。 可以说,这次舞弊案的处理,是纪晓兰官场生涯中的巅峰之作,她展现了她稳中求变的政治手腕,也让大家看到了她谦和内敛的品格魅力。 乾隆六十年在位后,终于宣告让位于嘉庆帝,但乾隆还念念不忘自己手中的权力,反悔不想传递欲喜。 此时,纪晓兰再次发挥作用,劝说乾隆传位必须传喜,这才圆满完成了善让大典,就在这一年,和珅迎来了她一生的巨大转折点。 嘉庆帝登基后,立即开始整肃乾隆时期的腐败弊端,在刘雍等大臣的建议下,她查抄了和珅家,发现了八亿两的巨额贪污款项。 原来,在乾隆朝,和珅收受了各省捐纳的官情前,一个巨大的腐败网络就此形成,她还利用职权在土地交易中大肆敛财。 和珅不仅贪污巨额公款,还借过诬告中粮,陷害许多大臣,可以说,她的所作所为,早已背离了道义底线,嘉庆帝为首的朝野舆论都在谴责和珅的罪行。 面对这些罪名,和珅终究无力狡辩,为保全乾隆的面子,她被软禁在家中,并以白灵自尽了生命。 就这样,乾隆时期,这个权清朝野的红人,在嘉庆登基后迎来了最悲惨的结局。 和珅在乾隆朝积累的权势,到嘉庆朝一夕之间土崩瓦解,她依靠权钱交易建立的庞大关系网,在新皇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。 嘉庆帝上台后,第一要务,就是清算乾隆末年形成的腐败势力。 和珅成了第一个被问罪的对象,通过查抄家产,她巨额贪污的事实被揭露无遗。 和珅落下了如此悲惨的结局,那么纪晓兰的结局又如何? 纪晓兰从小就出生在宦官之家中,而且她的祖祖辈辈都是世代为官。 作为文人,满腹经文的纪晓兰曾经也得到过乾隆的宠爱。 爱吟师做父的她,骨子里很清高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出于泥而不染。 可以说,纪晓兰为整个大清王朝图书编撰,鞠躬尽瘁。 她没有和珅那样的贪心,而且对于权力她也不看重,所以嘉庆并没有铲除纪晓兰。 反而还让她继续为官,在嘉庆在位期间,纪晓兰节节高升,从兵部上书一直到礼部上书。 因为笑揣发作,最终纪晓兰离开了人世,享年82岁,与和珅相比,纪晓兰的结局还算得上是圆满的。